你受傷了嗎? 沒有 我哭到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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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幫你吹吹 我我我我我我 誰教你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雨柔 我現在人 來到彰化的 青峰海底城龍蝦大釣場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來到龍蝦的場子 其實有點緊張 不知道龍蝦到底要怎麼釣 剛剛我問一下這邊的老闆他們是說 這邊的平日開單費是兩個小時一千五 然後他的假日開單費是兩個小時兩千塊 聽說老闆常常在這邊丟龐然大霧很可怕 等一下我會帶一些龐然大霧的畫面給你們看 你們就知道有多誇張 然後這邊老闆很浮誇就是他們是完全沒有在寄成本 但是不寄成本就是各種龐然大霧海鮮亂丟啊 剛剛還放什麼帝王蟹 波斯頓戰龍 新豐赤龍 還有西奧龍蝦 很誇張 因為他們今天有特別的活動 所以今天其實還蠻多人報名這個活動 然後聽說目前好像全台目前還沒有人這麼敢放啊 就是目前還沒有人能超越這一間那個瘋狂的放蝦量 黃金蟹喔 那看起來超好吃的啊 我看到他都餓了 這邊的營業時間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 如果住在彰化 釣龍蝦有興趣或是釣螃蟹有興趣 又想要在這邊舒舒服服吹冷氣的朋友 一定要來這裡玩看看好不好 好 他在密使的話 是第二跟第四 這四隻腳 他夾東西來吃的 這兩隻腳的話 他是在打加油 所以他這裡有夾那麼痛嗎 他吃東西 這四隻腳 然後這裡很調皮 夾龍蝦 記得抓頭 因為如果你抓這裡的話 他打上來 你就整隻手都是血 因為這個很硬 然後他尾巴的力道很大 要抓龍蝦就是抓這樣子 這邊不要去靠近到 因為他打上來的時候 他才不會去打到你的手 釣龍蝦我覺得 還是需要有點耐心 因為他的訊號 不像就是蝦子那麼多 像釣蝦有號的話 自然就是會咬就是會咬 然後龍蝦這邊 我覺得他等待的時間 會比釣泰國蝦還要長 老闆站住一隻給你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 這個太誇張了 第3 第3大 第3大 第2千8 第2千8 小老闆站住了 小老闆站住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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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蝦乾 我感覺幫你賠獻 賠獻 賠獻 就是這邊出的 他都還有打MARK欸 好厲害 對 這一隻是不是在這邊 有現場就有賣了嗎 對 這個現在目前是只有台中青海店才有 台中青海店才有 台中青海店才有 第三代 第三代 第2代嗎 2代 2代的 對 我幫你開光 我限制幫你換過去就好了 開光 對 今天你拿到新家就是要開光了 是嗎 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尾塞的意思 對 尾塞 配重 好酷喔 你的竿子我們是平方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這個尾塞 它會往前 它還要往前或者是往後 可是你有尾塞 它就是成一個平衡點 嗯 然後我幫你把線穿過去 好 所以它這個線組算是簡單的吧 還是複雜 就是簡單的線組 我們跳龍蝦線組跟跳泰國蝦線組 都一樣 就簡單就是以木耳來做的區別 嗯 木耳就算是記號 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什麼戰略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等 願者上勾 OK 好喔 好喔 拿到第一隻龍蝦肝 剛剛把線組給換上了 看今天能不能幸運的開光它 謝謝小老闆贊助 我是第一次來釣龍蝦 釣龍蝦的方式它跟釣魚 釣泰國蝦是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那我剛剛就有點有點粗暴 他們說要溫柔的把龍蝦提起來 可能還沒有抓到那個技巧 所以就是不小心讓龍蝦給跑了 還讓那個帝王蟹給跑了 所以其實有點傷心 我以為新手運應該是不會放牆才對啊 沒關係 我們多試幾次 多努力幾次 希望在下一次有訊號的時候 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掌握到每個訊號 然後把這些龐然大物釣起來 對好安靜喔 我是不是帶帶啊 對面一直起啊 來 小老闆贊助山豬祭王蝦 好安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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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好安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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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嗨 好安靜喔 很重很重很重 很重很重 很重 哇我覺得釣龍蝦的人好 好熱情喔 對啊 對嘛 釣龍蝦不就是要這樣才開心嗎 一般都是 人力會幫忙 喔 喔 它會慢小心一點就好 生命的三十公分 好大喔 還不錯耶 可是這樣子拉得起來嗎 就先會爆吧 嗯 走 我怕老闆你要把我車下水 我怕老闆你要把我車下水 這個是什麼 四龍 這個是赤龍 只有店家他們才獨有的 店家獨有的赤龍 然後這個咧 西奧龍 這是西奧龍 長得很霸氣 可行 蛤 好棒 對 2 4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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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7 好香喔 草蟹 很厲害耶 所以我現在是 邊等邊吃嗎 這個怎麼吃啊 謝謝 也是老闆琴的 老闆琴的帝王蟹 這是蒜蓉帝王蟹嗎 好香喔 好啦 今天這邊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這邊的店家我覺得還蠻好的 是他們這邊會個別對 新手就是會有教學 會教新手怎麼釣龍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像我這種新手剛入門 我也不知道怎麼羊肝啊 也不知道怎麼慢慢的把龍蝦們提起來 一開始不會的時候他們叫我開槍的時候 我可能還活在那個 就是釣泰國蝦的那個 感覺裡面 所以我開的時候就會急著想要把它拉上來 可是龍蝦是不行的 龍蝦就是你點了之後 然後你就要輕輕慢慢的把它帶回來 我剛剛其實放掉很多次 把蝦拉起來的機會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我覺得這邊最好的服務 還是他們願意 教新手怎麼釣龍蝦 我剛剛稍微研究了一下 就是釣龍蝦的獻祖 跟我們一般就是 魚的跟釣泰國蝦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釣龍蝦獻祖是非常簡單的 對 開放公海因為他們是釣龍蝦 算假的 對 後面居然開始開放公海釣龍蝦 不是我要餵藥 不是餵藥 不是餵藥 居然開放公海找龍蝦 有沒有那麼誇張 現在老小板發瘋了嗎 老板是醉了 感覺就很好玩 等一下就是 我看一下看能不能在這邊 尋到一隻龍蝦 讓我把它釣起來 剛剛好像有放一隻超級無敵 它放兩隻超級無敵巨大的大龍蝦 好像是波龍吧 很大隻 好像目前還沒有起來 所以龍去哪裡了 牠是找龍蝦 牠們在找龍蝦 牠們在找龍蝦 牠這麼大隻會很好 就應該不好躲吧 對啊 所以應該比較好找吧 牠們在找牠是第一隻的 不要勾耳了 是不是 不是 不用勾耳了 是不是 不要勾耳了 老師大師不用勾耳了 哪個位置好呢 所以下次可以直接尋一下 那我要下囉 所以我這需要把肝拉長一點嗎 我已經最長了 掉龍蝦的話 就是要靠你的頭打開 跟泰國蝦一樣要很襯的 喔 襯到就打 我很怕我掉下去 你知道 我這姿勢會很醜嗎 不會尋然後硬要尋這樣 人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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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它剛剛是反應這麼慢啊? 現在是水風? 它沒有動啊 它就是定點在那裡然後不動啊 所以它反應會比較慢 它在嗎? 它在嗎? 不見了 翻掉了 所以我剛剛是沒有勾得很深 沒勾緊 沒有勾得很深 好可惜 我想說我都開 欸 有了 想說我下船應該是可以開了嗎? 因為它的地道還太小 它在那裡打 打進去 赤川湯 打進去 然後 再打一下 然後再打進去 剛剛那一隻旁的大屋 應該沒有地方躲才對啊 沒有 它趕快一 一地方了 為我 因為它在那裡的地方 我為什麼會覺得內部安全啊 會再跑進去 這麼可愛喔 這麼可愛喔 然後就叫你這麼樂 你待得下去喔 嗯 還可以 不要曬到太陽 我覺得還好 我今天 雖然沒曬到太陽 但是 全身都是汗 奶都是濕的 你知道嗎? 奶都是濕的 你記得就是 打起來的時候 要往外帶一下 然後再整隻 慢慢點進去 才不會勾到 板子 它板子是石板嗎? 還是什麼塑膠板 它是比較像塑膠板 差點噴 還要抬到太陽 旁邊大霧 旁邊大霧 這個重量啊 這個是戰龍 超大 今天挑到這兩隻 它都比較不會去爆東西 像那個有虛的有沒有 帝王蟹 不是 那個什麼套龍的蟹啦 你打到沒有趕快往外帶 對 趕快踢起來的話 它只要一有磚塊或者是有板子 它就立馬鑽進去 所以它抓到的時候 就拉它 它就爆著 喔 好聰明喔 它會趕快爆 不能硬跟它扯對不對 對 硬跟 沒想到釣龍蝦也是要鬆放鬆放的 那不是赤龍嗎 被它釣起來了喔 你有想過對面的心情嗎 對面 棒棒厲害厲害厲害 好可愛喔 對啊 我看它什麼東西都想帶回家養欸 哈哈哈哈 嗨 嗨 嗨 它這時候小隻就這麼大猎 你看如果它更大隻了 真的 所以釣這種龍蝦喔 要注意的就是它 手不能放下面那邊 它一掃上來你就走就完了 所以龍蝦他們會在龍下面聊天嗎 蛇 兔群 告訴你上面有人要叫我們 哈哈哈哈 喔 你受傷了嗎 沒有 我控告你了嗎 對不起 我幫你吹吹 我我我我我我 哈哈哈哈 誰叫你的 你沒事我看一下 我看我看我 我看我 我甜甜 直接直接 哈哈 這個也是要等蠻久的啊 對啊 美好我覺得它比魚 等的時間更久 對 它這個全都是阿巴黎 阿巴黎是嗎 它是它的 它是它的 所以我今天好像運氣不太好 都沒有什麼東西被我拉起來了 欸 欸 欸 我 我覺得我帶帶 不管 我要去把它宣問了 不用放著它會自己來啊 生氣 基本上都是放著有沒有 它那隻龍蝦應該跑不了多遠才看 都在這附近 是不是我開太小力還是我 喔 方向不對 有可能是開太慢 開太慢喔 所以它是要很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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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緊急耶 看來我跟那個龍蝦無緣 結果剛剛忍不住 又跑去那邊玩了一下 然後很幸運的 被我吊起了兩隻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還蠻開心的 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 來這邊再續一波 我跟龍蝦的龍蝦情緣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